第十二章 证据 第一节 通则 第154条 证据裁判主义 第一项 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 推定其为无罪 第二项 犯罪事实因依证据认定之 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 第155条 自由新政主义 第一项 证据之证明力 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 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 第二项 无证据能力 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 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 第156条 自白之证据能力 证明力与监默权 第一项 被告之 非出于强暴 胁迫 利诱 诈欺 疲劳训问 违法积押 或其他不证之方法 且与事实相符者 得为证据 第二项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 不得作为有罪判决之唯一证据 人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 以查其是否与事实相符 第三项 被告陈述其自白 细出于不证之方法者 应先于其他事实而为调查 该自白如细检察官提出者 法院应命检察官就自白之出于自由 意志 指出证明之方法 第四项 被告未经自白 又无证据 不得仅应其拒绝陈述或保持监默 而推定其犯刑 第157条 举证责任之例外 公之事实 公众周知之事实 无庸举证 第158条 举证责任之例外 职务已知事实 事实于法院已显著 或为其职务上已所知者 无庸举证 第158之一条 无庸举证 当事人意见陈述 前两条无庸举证之事实 法院应与当事人就其事实 有陈述意见之机会 第158之二条 不得作为证据之情事 第一项 违背第93条之一第二项 第100条之三第一项之规定 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 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陈述 不得作为证据 但经证明其违背非出于恶意 且该自白或陈述系 出于自由意志者 不在此限 第二项 检查事务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询问受拘体逮捕之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时 违反第95条第一项第二款 第三款或第二项之规定者 准用前项规定 第158之三条 不得作为证据之情事 证人、鉴定人 依法应拒绝而为拒绝者 其证言或鉴定意见 不得作为证据 第158之四条 证据排除法则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实施刑事诉讼程序 之公务员 应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 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 因审着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 第159条 传闻法则之适用及例外 第一项 被告以外之人 与审判外之言辞或书面陈述 除法律有规定者外 不得作为证据 第二项 前项规定于第161条第二项之情形 及法院以检视审判程序 或检疫判决处刑者 不适用之 其关于羁押 搜索 鉴定留置 许可 证据保全 及其他依法所为强制处分之审查 一同 第159之一条 传闻法则之适用 第一项 被告以外之人 与审判外向法官所为之陈述 得为证据 第二项 被告以外之人 与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 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者外 得为证据 第159之二条 传闻法则之适用 被告以外之人 与检察事务官 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 与审判中不符时 其先前之陈述 具有较可信之特别情况 且为证明犯罪事实存否所必要者 得为证据 第159之三条 传闻法则之适用 及例外 被告以外之人 与审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余检察事务官 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 经证明具有可信之特别情况 且为证明犯罪事实之存否所必要者 得为证据 第一款 死亡者 第二款 身心障碍至记忆丧失或无法陈述者 第三款 自留国外或所在不明而无法传唤或传唤不到者 第四款 到庭后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者 第159之四条 传闻证据 除前三条之情形外 下列文书亦得为证据 第一款 除险有不可信之情况外 公务员职务上制作之记录文书 证明文书 第二款 除险有不可信之情况外 从事业务之人于业务上或通常业务过程 所需制作之记录文书 证明文书 第三款 除前两款之情形外 其他于可信之特别情况下所制作之文书 第159之五条 传闻证据之能力 第一项 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陈述 虽不符前四条之规定 而经当事人于审判程序同意作为证据 法院审着该延迟陈述或书面陈述 做诚实之情况 认为适当者 亦得为证据 第二项 当事人 代理人 或辩护人 于法院调查证据时 只有第159条 第一项 不得为证据之情形 而未于延迟辩论终结前声明意义者 是有前项之同意 第160条 不得作为证据 证人之个人意见或推测之词 除以实际经验为基础者外 不得作为证据 第161条 检察官之举证责任 第一项 检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实 应付举证责任 并指出证明之方法 第二项 法院第一次审判期日前 认为检察官指出之证明方法 显不足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时 应以裁定定期通知检察官补证 预期未补证者 得以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项 驳回起诉之裁定已确定者 非有第260条各款情形之一 不得对同一案件再请起诉 第4项 违反前项规定 再行起诉者 应预知不受理之判决 第161条 被告之举证责任 被告得救 被诉事实指出 有力之证明方法 第161条 当事人进行主义 第一项 当事人 代理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 应就调查证据之范围 次序 及方法提出意见 第二项 法院应依前项所提意见而为裁定 必要时 得因当事人 代理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之申请 变更之 第161条 被告自白之调查 法院对于得为证据之被告自白 除有特别规定外 非与有关犯罪事实或其他证据调查完毕后 不得调查 第163条 申请或职权调查证据 第一项 当事人 代理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 得申请调查证据 并得于调查证据时 询问证人 鉴定人或被告 审判长除认为有不当者外 不得禁止之 第二项 法院未发见真实 得依职权调查证据 但于公平正义之维护 或对被告之利益有重大关系事项 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 第三项 法院为前项调查证据前 应与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陈述意见之机会 第四项 告诉人得救证据调查事项 向检察官陈述意见 并请求检察官向法院申请调查证据 第163条之一 调查证据之程式 第一项 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申请调查证据 应以书状分别具体记载下列事项 第一款 第一款 申请调查之证据 及其与代证事实之关系 第二款 申请传唤之证人、鉴定人、通议之姓名、姓别、住居所 及预期结问所需之时间 第三款 申请调查之证据文书或其他文书之目录 若仅申请调查证据文书或其他文书之一部分者 应将该部分明确标示 第二项 调查证据申请书状 应按他造人数提出善本 法院于接受善本后 应述送达 第三项 不能提出第一项之书状 而有正当理由或其情况急迫者 得以延迟为之 第四项 前项情形 申请人应就第一项各款所列事项分别成名 由书记官制作笔录 如他造不在藏者 应将笔录送达 第163-2条 申请调查证据之驳回 第一项 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申请调查之证据 法院认为不必要者 得以裁定驳回之 第二项 下列情形 应认为不必要 第一款 不能调查者 第二款 与代证事实无重要关系者 第三款 代证事实已真明了 无在调查之必要者 第四款 同一证据在行申请者 第164条 普通物证之调查 第一项 审判长应将证物提示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使其辩认 第二项 前项证物如细文书而被告不解其意义者 应告以要旨 第165条 书证之调查 第一项 卷宗内之笔录及其他文书可为证据者 审判长应向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宣读或告以要旨 第二项 前项文书 有关风化、公安或有毁损他人名誉之余者 应交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阅览 不得宣读 如被告不解其意义者 应告以要旨 第165条 新型态证据之调查 第一项 前条之规定 于文书外之证据由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第二项 录音、录影、电池记录或其他箱类之证据可为证据者 审判长应以审判长应以适当之设备显示声音、影像、符号或资料 使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辩识或告以要旨 第166条 第166条 对证人、鉴定人之结问 第一项 当事人、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辅佐人申请传唤之证人、鉴定人 与审判长为人别询问后 由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直接结问之 被告如辩护人而不欲行结问时 审判长仍应与询问证人、鉴定人之适当机会 第二项 前项证人或鉴定人之结问 依下列次序 第一款 先由申请传唤之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为主结问 第二款 次由他造之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为反结问 第三款 再由申请传唤之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 为副主结问 第三款 再次由他造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为副反结问 第三项 前项结问完毕后 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 经审判长时许可 得更行结问 第四项 证人、鉴定人 经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 结问完毕后 审判长得为讯问 第五项 同一被告、自诉人 有二以上代理人、辩护人时 该被告、自诉人之代理人、辩护人 对同一证人、鉴定人之结问 应推由其中一人代表为之 但经审判长许可者 不在此限 第六项 两照同时申请传唤之证人、鉴定人 其主结问次序 由两照合议决定 如不能决定时 由审判长定之 第166-1条 主结问之范围及诱导结问之例外 第一项 主结问应就代证事实 及其相关事项行之 第二项 为辩明证人、鉴定人 陈述之证明力 得就必要之事项为主结问 第三项 行主结问时 不得为诱导结问 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第一款 位为实体事项之结问前 有关证人、鉴定人之身份、学历、经历 与其交由所观之必要 准备事项 第二款 当事人显无争执之事项 第三款 关于证人、鉴定人 记忆不清之事项 未唤起其记忆 所必要者 第四款 证人、鉴定人 对结问者显示 敌意或反感者 第五款 证人、鉴定人 故未规避之事项 第六款 证人、鉴定人 未与先前不符之陈述时 其先前之陈述 第七款 其他任有诱导结问必要之特别 请示者 第166-2条 反结问之范围 第一项 反结问应就 主结问所显现之事项 及其相关事项 或为辨明证人 鉴定人之陈述证明力 所必要之事项行之 第二项 行反结问于必要时 得为诱导结问 第166-3条 对新事项之解问权 第一项 行反结问时 就支持自己主张之新事项 经审判长许可 得为结问 第二项 依前项所为之结问 就该新事项 视为主结问 第166-4条 之规定 与本条准用之 第166-5条 复反结问之范围 及行复反结问之方式 第一项 复反结问 应就辨明复主结问 所显示证据 证明力之必要之事项行之 第二项 行复反结问 依反结问之方式 行之 第166-6条 结问次序 及续行训问 第一项 法院依职权传唤之证人 或鉴定人 经审判长训问后 当事人 代理人 或辩护人 得结问之 其结问之次序 由审判长定之 第二项 证人 鉴定人 经当事人 代理人 或辩护人 结问后 审判长得续行训问 第166-7条 结问之限制 第一项 结问证人 鉴定人 及证人 鉴定人之回答 均依旧个别问题 具体为之 第二项 下列 下列 结问不得为之 但第五款 至第八款之情形 与有正当理由时 不再此限 第一款 与本案及 因结问 所显现之事项 无关者 第二款 以恶恶 以恶恶 第七款,要求证人陈述个人意见或推测评论者 第八款,恐证言于证人或与其有第180条第一项关系之人之名誉、信用或财产有重大损害者 第九款,对证人为亲身经历事项或鉴定人为行鉴定事项为职者 第十款,其他为法令禁止者 第167条,限制或禁止结问 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结问证人、鉴定人时 审判长除认有其不当者外,不得限制或禁止之 第167条,声明意义权 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就证人、鉴定人之结问及回答 得以违反法令或不当为由,声明意义 第167条,声明意义之除 第一项,前调之意义应就各个行为 立即以简要理由为之 第二项,审判长对于前项意义应立即处分 第三项,他照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得与审判长处分前 就该意义承述意见 第四项,证人、鉴定人与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声明意义后 审判长处分前,应停止陈述 第167条,声明意义之处理 驳回 审判长任意义有持务时机,意图延迟诉讼 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者 应以处分驳回之 但持务时机所提出之意义事项 与案情有重要关系者,不在此限 第167之四条,声明意义之处理 意义无理由 审判长任意义无理由者 应以处分驳回之 第167之五条,声明意义之处理 意义有理由 审判长任意义有理由者 因是其情形,立即分别为 宗旨、测回、测销、变更 或为其他必要之处分 第167之六条 意义之处分不得声明不服 对于前三条之处分 不得声明不服 第167之七条 询问之准用规定 第166条之七第二项 第167条至167条之六之规定 于行第163条第一项之询问准用之 第168条 证人、鉴定人在庭义务 证人、鉴定人虽经陈述完毕 非得审判长之许可 不得退庭 第168之一条 当事人在场权 第一项 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得于训问证人、鉴定人或通议时在场 第二项 前项训问之日、时及处所 法院应预行通知之 但事先承明不愿到场者 不在此限 第169条 被告再庭权之限制 审判长预料证人、鉴定人或共同被告 于被告陈述前不能自由陈述者 经听取检察官及辩护人之意见后 得于其陈述时 命被告退庭 但陈述完毕后 应再命被告入庭 告以陈述之要旨 并与结问或对职之机会 第170条 陪袭法官之训问 参与合议审判之陪袭法官 得于告知审判长后 训问被告或准用第166条第4项 及166条之6第2项之规定 训问证人、鉴定人 第171条 法院或受命法官 与审判其日前为第273条第1项 或第276条之训问者 准用第164条字 170条之规定 第164条 tag 第165条 bzw.�ộeration